海南省修订法规一号实施 五天之后美国海军就透露 美国自由号兵海战斗舰 稍早前就曾经在南海水域进行了常规的巡逻 这个举动跟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 三天之后美军的B-52轰炸机 不请自来是如出一辙的 美国为什么这么敏感 南海的这个行为 为什么会触及到美国的敏感神经 黄先生 从政治层面 美国就是要摆姿态给东南亚国家看 你们根本就不用理睬它 中国 同时它这样一个脂肪 也是要鼓动东南亚情绪反对 所以如果没有美国这个因素 在亚太的这个角色 基本上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都不大吭声 黄先生怎么看美国这次的反应 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对于中国出台的海事法 它本身处于一个焦虑 因为中国用的是国内法 这个海事警察 他是在自己的国家的海域里面 来执法 美国的军队没有资格 也没有理由 跑到人家的家里面 不管是帮菲律宾也好 帮越南也好 帮其他的国家的 对渔民去做赋予的动作 美国也没有这个法律上的任何依据 所以美国很清楚知道中国出台这个法之后 让他的这个庞大的军队突然间无用之地 我不觉得美国把那个海域当作是你的后花园 我不觉得美国把那个海域当作是你们的领土领海的一部分 那么东南亚国家因为各种的传统的问题 对于美国的存在坦白说都是抱着蛮欢迎的态度的 东盟现在好一点 以前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所谓要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这种心态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也造成很多这些在东盟里比较主导的国家 不管他的政府和人民可能对中国的各种起措 有时候你说过敏也好 有时候你觉得你做一些小动作 他就认为是很大的好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有了这种这样的误会 我不太同意这种观点 实际上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就是东南亚国家和美国 在南海他们的利益关切有什么区别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 他们关心的是领海领土争端和海域问题 那只有像美国这样的国家 他才关心航行自由与安全问题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这种河流 我觉得是因为在09年之后 对 可是它还是有关联的 美国在本区的这个航行自由呢 对于我们从我们角度来看 对于维护本区的这区域安全是有很大负献的 但是你觉得就是从8年到现在 这个地区有过航行不自由 有过航行不安全的时候吗 现在没有不代表 以后长大的中国不会使到他没有 而且实际上就说从这个条约 从这次行政法规 为什么美国比较关心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经常打的科考 或者鱼业探探 它相对中国进行的是军事化的底竞争场 所以从这方面来说 美国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 好比说我在这个地区 能不能这个军舰和所有的商船 能不能够自由通过 好比说